报资五十五千亿新建的高铁 不敌的云林彰化地层下线 现在官方首度证实 寿命只剩下十年了 这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新闻 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李鸿源表示说 如果抽水问题不解决 铁道又没有办法像是一般的道路 施行替代道路 到时候高铁恐怕连十年都撑不到 而农民抽出地下水 被视为是地层下线的元凶之一 但是李鸿源却是认为 下线的主要原因不是农业抽水 因为整合制水是从产业结构着手 整合制水是订出一个地下水的安全存量 先解决农渔民生计的问题 才能让地盘下线问题根本来解决